03年女孩,结婚倒计时最后两天,没想到老公被狗咬。 老公和舅妈昨天联谊,从上海来参加我们婚礼,在一起七年记得上次见舅舅,还是好几年前了,有点害羞,不知道说点啥,也是第一次见舅妈,因为姥姥和舅舅还有几个云,长时间在上海没咋见过面,过两天都来得差不多,心里还有点紧张,之前老师视频这一下到眼前了,聊了一会儿天, 本来想着不去打针了,黑车哥怕花钱多,先去镇上看看怎么样,朵拉挠得不起,黑车乡中舅舅的车了,在乡中也买不起啊,说出去别人都笑话了,那么大的还被狗挠了,问了一圈得去这边打针,不知道下班没有,黑车正在排动,我听见让去县城打口子太深了,一声说话酸不溜求, 还说让我们多拿点钱,说话语气都不一样,像瞧不起人一样,还说什么血清蛋白可能贵,要拿够钱再去,说话的调调都不一样,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,你说让带够就带够吧,搞得跟谁没有一样,他们还让打完第一针,就回镇上去打, 我们才不去了,来得太晚了,到了都十二点了,只能下午再来,先去吃个饭买了两根烤肠,好久没这样一起逛过街了,又骑了一个单车, 回顾一下恋爱的感觉,老夫老妻了,还有点害羞,不知道咋回事,转了一圈,最终决定去吃米粉,还没有吃过听说超级辣,直接一个闪现,太有食欲了,要了一个重辣的,我一直都挺喜欢,吃超级辣的东西, 每次出来吃饭,必须加辣加醋,要不香味少一半,医院下午两点才开门,正好趁这个时间来看,H哥的秀,上次因为他没有时间,没来得及时就走,距离婚期也挺近,带着他来看看,看看这小子会选什么样子,眼光会不会比我还好,上次来没看见这个粉丝秀,不行我也要换, 看见这些瞬间感觉我的太普通,哟,这小子眼光还挺好,这样比穿红色的要好看,挺清新的,还是我喜欢的蓝色,瞬间气质就不一样,我没法持住再来试一试红色,这一个和H哥的答应,最后我也换了这一款,这个比较大气,之前的那个太小家子气了,反正来给H哥打一秒, 看他下次还敢不敢把狗放出来,经过这一次决定把朵拉送走,我们一直没空照顾他,加上他长太快了,我们搬走更没有办法见他,心里也不好受,但没有办法,只能接受现实,好吧,今天就到这里,喜欢的双击加关注 这一种